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拿出来不是为了炫耀 也不是为了贩卖情怀 因为什么呢 这两者同样都来自Tesla官方 另外呢 就是他们俩的材料啊 制作他们俩材料 都是今天我要讲的这辆车 它车身上的材料 那这辆车是谁呢 就是你看我身后的Tesla赛博越一 今天呢 我们聊的这辆Tesla的赛博越野旅行车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只不过今天有些特殊原因啊 官方它其实把这个名字做了一个统一的规范 叫赛博越野旅行车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 皮卡车型在中国实际上是有十几年的这个报废限制的啊 而且呢 还需要各种喷涂 而且很多地方进不去 特别是咱北京啊 所以呢 你看Tesla官方把它的名字定为 Tesla赛博越野旅行车 你就明白它的目的了 它还是希望拿到中国来销售 不过这辆车呢 因为一些法规的原因啊 在中国 在欧盟都是没办法销售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今天我要说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身的车身材质 它用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个材料叫Ultra Hard 30X不锈钢 其实用不锈钢车身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 它也不是全球第一辆用不锈钢车身的车型 第一辆我们可以回忆起谁呢 就是在很多年前哈 有一部电影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叫回到未来 那里边有一款叫DMC Dollaring-12的车型 也是用的不锈钢车身 但是呢 那辆车最后 原计划哈 能够生产一万多辆 但最终只生产了九千多台就停产了 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锈钢这种材质太特殊了 并不是说它不好 但是呢 作为车身材料 它有一定的限制 一个是什么呢 确实它很硬 所以你看这辆车呢 它当时在刚刚发布的时候 Elon Musk在这个发布会现场 直接就用一个锤子去砸这个车身 想表现这辆车它的强度 另外呢 如果是四级以内的冰毛 这个车身也是能够扛住的 所以你能看到它的优点就是真的很坚固 就有人拿这个九毫米的这个手枪子弹 去打这个车的这个车身钢板 据说也是打不穿的 当然这个有待考证 所以呢 足见这辆车呢 它的整个的这种强度 还是车身外形的强度啊 很高 但这个呢 也就是为什么 它在国内目前法规还不允许 就是如果真的碰上到情人的话 咱们普通车辆它的这个机器杆啊 或者说保险杠啊 还有包括纤维 都是可溃缩可变形 可以吸能 所以呢 目前中国和欧盟的法规 还不能够让这辆车销售 不过呢 这不影响这辆车 它的创意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既然它用了不锈钢的材质 那就要把这种材质 它的特点发挥到一个极致 首先呢 它可以改变车辆传统的成立结构 之前呢 咱们的车辆都是靠内部的骨骼 我们叫内骨骼啊 通过大梁 通过这个加强筋来实现车身的支撑 但是呢 现在它可以把这些结构强度呢 转移到车身表面 所以你看 这辆车身上 还有大量的这种叫什么呢 直面和平面 那这样呢 带来的好处就是 你在造型上可以很赛波朋克一些 当然了 最大的好处啊 这也是我个人的猜测 造车实际上是一个讲究控制成本的产业 所以呢 Elon Musk把它的造火箭的材料和车身的材料 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啊 结果呢 就是可以扩大规模 这样的不锈钢车身呢 在Tesla的这个德州工厂出厂之后呢 全都是没有经过喷漆喷涂的 也就是说它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又节省了一道成本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说哈 如果说你很喜欢个性化 喷一点东西上去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的空间 当然了 我觉得这辆车啊 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它的 信用我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它真的活用了车型的特点 比如说什么呢 你看这辆车 它营造出的是极简的设计风格 比如说它把整个的大灯 都融汇在了这底下的这一条的灯柱里 虽然说分体式大灯 但现在已经不稀奇了 但是能够把车身的光线 或灯柱控制在这么小的范围内 那真的是灯具技术的一个进步 另外呢 就是这辆车非常强调 它的科技元素在哪呢 就是这辆 它有一个巨大的单一的雨刮器 专门为了做这个雨刮器 它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攻克这个难题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这辆车它的反光镜 在概念车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那个时候 它希望用什么呢 用的是这个电子后视镜 但是因为法规和 现实量产的难度 最后它还是选择了 这样的一个传统物理后视镜 不过呢 特斯拉我觉得在设计方面 还是非常会玩 所以你看它整个车身上 用了很多的这三角形 和棱线的元素 今天我旁边这辆呢 是一辆创世版 所以在这点 你能够明显看到 一个激光雕刻的 一个foundation 就是创世版的 这么一个字样 另外呢 这辆车呢 咱们说到这儿啊 一定要看看它的悬架了 它会是一个 非常强调越野性能的车辆 但是它也要兼顾豪华和舒适 所以呢 如果你特别喜欢这种 硬派的越野呢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 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组参数了 首先呢 这辆车它用的轮胎 是一个20寸的轮毂 大家都知道 玩越野车 其实要的是你的高扁平率啊 所以呢 它更多的还是 兼顾了一部分的舒适性 不过它的扁平率呢 也达到了65 它的胎宽呢 是285 并不是圈里最大啊 比如说前两天 我们拍的那个列马 直接干到了315 所以呢 这辆车它的轮胎 你发现它是一种妥协 另外呢 这辆车呢 你看发现 它的一大特点是 增加了空拳 那这个空拳呢 可以让它的整个车身 调节范围能够达到304毫米 所以呢 整辆车它的升降范围 是很大的 另外呢 我们想说说这辆车呢 它的一些三维参数吧 这辆车的这个车长 超过5.6米 车宽呢 达到2米4 当然这是算上后视镜的大小 不算后视镜也达到2米2 所以这样的车宽 比咱们现在看到的 比如说像理想L系列 大众的那个缆巡 这些车都要宽 所以呢 在一般咱们城市的停车场 稍微停留点费劲 最后呢 就是说这辆车的车高 1790 您看我身高1米73 这个明显比我高太多了 所以呢 这辆车真的 如果您再到现场看的话 它是一个庞然大物 侧面呢 实际上我认为是 这辆车最牛的地方了 这辆车它的接近角是 35度 它的后边的离去角是28度 最低的离地间隙呢 是435毫米 当然它也可以再有 305毫米的调节范围 所以你就想象整辆车 它的这种通过性 有一定的保证 当然它的亮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里 隐藏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像Model X 或者Model 3 这上面能够用的刷卡式的开门 这里是有的 这里也支持你人脸的识别开门 这点有个摄像头 你会发现整车 真的是也是隐藏式的门把手 但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按键的触控 最后我们说到尾部 这个是我认为这辆车最精彩的地方 相对于传统的皮卡车型 这辆车呢 它做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首先整个车 它这点我们都看到 是一种百叶窗的车抖着盖 百叶窗的形式常见 但是这种电动卷帘门开启方式很少见 这点有三个按键 分别是向上条 向下条和这个备箱盖的开启 这个是一个可定制的模块 比如说它可以增加一个什么呢 在这里增加一个充电宝 一个大型的电池包 能够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 从原来的这个500多公里 512公里拓展到700多公里 那这个是一个它非常牛的地方 同时它也可以搭载一个 拖挂式的货车 有专门定制的这个车厢 网上有这个套件 不过现在还没有量产 另外它还可以拖挂其他的 比如说小型的拖挂车 它会是一个给你充分想象空间的 模块化的设计 最后我们再说说这辆车的性能吧 这辆车真的可以说是一个 大脚怪兽 为什么这么讲呢 它一共出现了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 今天我身旁的这辆 它有前电机和后双电机 总共是三个电机 它的马力高达800多匹 你的0百加速只有2.7秒左右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牛的成绩了 另外还会有一个双电机 也就是前电机加后电机的版本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单电机的后续版本 不过这三个版本真的都不便宜 从最低的也要是和人民币43万多 最高的要和人民币70多万 目前它的生产主要就近于 它的目标市场美国 所以目前咱们中国的消费者还买不到 但是您看现在这辆车 它已经进入到了国内去展示 所以我觉得在法规层面 还是会有可能进入中国的 看完了外观 我们再来聊聊内饰 这辆车它的内饰毫无悬念 也是像Model 3和Model Y那样 非常的省钱 打引号的省钱 只用了一块屏幕 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个改变 一个是屏幕尺寸变大了 另外就是它的方向盘 它们做成了一个椭圆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皮卡在很多情况下 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大范围的打方向的 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这辆车由于用了线控转向技术 它可以在比如说需要掉头弯的时候 减小你的转向比 所以整体这辆车虽然很大 但是开起来很方便 配合可变转向比的方向盘 还有一点就是 这辆车它的后轮是支持转向的 所以比起同级别的皮卡 它的开起来转向要更灵活一些 最后我们对今天拍摄的这辆车 进行一个总结 它首先启迪了很多人的想法 而且把很多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了可能 我觉得这个会是汽车工业的一个突破 但是这辆车 其实它对于中国的市场环境 以及它对于中国和Open的法规 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适应的状态 目前还不能进入市场销售 当然了我觉得汽车产业其实最大的魅力就在于 它能够有广大的包容性 能够让更多的好的想法 好的技术 好的产品 融入到这个平台中来 我们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产品 能够受到它的启发 能够给真正消费者的生活和使用 带来便利 当然了 喜欢这个特斯拉的小伙伴 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这次特斯拉敢把这辆车 拿到中国的各大城市去展出 目的非常明显 而且目前它在德州工厂的产能只有每年可怜的12万辆 如果真的它想把这辆车变成一个大卖的产品 它肯定要拿到中国来生产 但是还是刚才我说的 就近的市场原则 如果它要拿到中国生产 中国必须成为它的目标市场 针对中国的法规 它一定要进行改变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辆车肯定会来中国 只不过那个时候 它会有些小小调整 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 更安全的产品 最后我们要对北京的华贸中心表示感谢 这次特斯拉的赛博越野运动旅行车 首次在华贸中心展示 正是华贸中心的支持 才有了今天的视频的拍摄 感谢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